腰椎骨刺案例 我在去年106年10月 因为腰酸去医院检查 照了X光后 医生说我腰椎有长骨刺 必须要开刀治疗才能好 但是我还在上班 担心开了刀之后无法上班 所以我就没有去做手术 因为每天腰都很酸 所以我身体都挺不直 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介绍我原始点 他说我的这个腰酸跟骨刺没有关系 建议我来综合推广处上课学习 因为离我家很近 所以我就来看看 来了以后看这里的智光都很热心 而且每天都有一日体验 带学员们一起爬山操作原始点 所以我在107年3月中 报名参加学习 刚开始爬山的前两天 脚都很酸痛 但是智光教我用红豆袋包脚 让热源进去 隔天脚就不痛了 我发现自从爬山后 每天早上起床后 精神比以前好很多 而且比较不容易觉得累 再加上智光们帮我按推 还教我如何使用人工灼灼 我每天下班回去后 都能自己处理酸痛 姜汤也是照着智光们所说的 煮到水量的三分之一 我发觉在放些人生 喝起来口感会更好 比较不会辣 每天回到家后 我都会按推和温敷 才短短的几天 我的腰酸就好很多了 身体也比较挺得起来 我先生这阵子 看我进步这么多 也愿意跟我一起喝江生汤 现在早上我准备江生汤时 都会多准备一杯给他喝 在学习的这段时间 我发现我的腰酸 其实跟骨刺压到神经的这个理论 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是要运动就对了 其实原始点很简单 就是运动 温敷跟喝江汤 只要每天持之以恒的做下去 其实健康的生活并不难 感谢原始点让我找回了健康 уп coole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